因而真牛逼 刚转生一世界 他就被测出是个低魔力的废物 直接把一生要强的国王父亲整破房了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外人的嘲笑 他直接将男主遗弃到了森林里 别看男主现在只出生了两天半 他凭借女神给他开的挂 直接秒变斗踪强者 当场就将化为人形的狼女纳入后宫 牛逼 男主前是因为校园霸凌 被迫成为了一名死宅 某天他的手机突然亮起了强光 等他回过神来就看到了传说中的女神 女神表示男主经过 重重筛选荣获的转生一世界的机会 并且为了让男主更好地体验第二次人生 他特意赋予了男主开挂的能力 面对这等天大的好事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就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 并且他的身份还是尊贵的王子 就在男主为此暗自窃喜的时候 国王二话不说就要为他检测一下魔力 伴随着水晶球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国王的心中开始无限的遐想 毕竟他的老婆可是打倒了魔王的闪光机 想必继承了他俩优良血统的男主 绝对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不料下一秒大大的二字狠狠地打了国王的脸 男主的魔法等级不仅只有两截 甚至就连魔法属性都没有 只能使用最弱的结界魔法 这残酷的现实让国王夫妇都慌了起来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他们俩的脸还要不要吗 男主是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悲催 眼看旁边的手下还想劝你 国王瞬间大发雷霆 二话不说就将男主一气到了森林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女神可激化了 她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 竟然只能显示两位数的魔力数值 此时的男主心中跑过了一万只羊駝 但为了保住小妮 她只能尝试起了之前提到过的结界魔法 随着男主开始在脑中想象魔法的形状 一个透明的结界竟然真的被她弄了出来 并且结界还能随她的想象力变化自如 简直不要太方便 想到这里男主又将结界用到了自己身上 没想到下一秒她紧平婴儿之躯就飞到了天空之中 然而还不等男主多兴奋一回 下一秒一只巨大的魔狼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男主当场就懵逼了 不过好在她下意识的防御成功挡住了魔狼的深渊巨口 看到自己安然无恙 男主又琢磨起了攻击的方式 首先她创造了一堆小方块 然后控制方块向魔狼砸了过去 男主的想法是好的 但无奈结界的攻击力太低 反倒是激起了魔狼的怒气 既然这个方法行不通 她又将目标投向了更大的东西 于是旁边的树骨就遭了殃 他们全都对男主连根拔起 男主本以为这下攻击够强了 却不想下一秒魔狼竟然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于是男主又开始环顾起了四周 此时的魔狼有点稳屈 他不过就是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 怎么就碰到男主这个挂逼了 看到男主甚至连话都不会说 魔狼恨的致耻都快咬碎了 眼看一人一狼沟通都成了问题 男主灵机一动就创造了一个 能将思想变成声音的结界 成功获得了语言能力的男主 向魔狼坦言了自己的遭遇 没想到魔狼根本不相信 要知道在他眼里男主身上的魔力 简直恐怖的不像人类 魔狼想都没想到 魔狼想都没想就相信了男主的话 这下他彻底认输了 随后他露出肚子 就让男主给他一个痛感 然而男主可不想杀生 只要魔狼之后不再袭击他就行了 魔狼没想到男主作为魔王 竟然如此心胸宽阔 深受感动的他发誓 这辈子都会誓死守护这个约定 虽然男主觉得这个魔狼脑子有点问题 但他还是决定先溜走再说 却不想只因他在临走前 叫了一声魔狼的名字 魔狼瞬间陷入到了自我攻略之中 男主此时终究只是婴儿的身体 尽管他魔力再强大 他也会有无法解决的事情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狼人美女 男主一时有点懵逼 在挽拒了狼女想要为他吃饭的无理要求后 狼女突然发现附近有人来了 他本想杀掉对方 但男主却认为还是先进行对话比较好 于是他用结界魔法将两人的思维进行了连接 这下他们不用张嘴就能沟通了 接着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就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男人自称是来迎接男主的 男人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遭到一个魔物拒绝 对此狼女当然有充足理由 男人根本没有理会这个智商不高的狼女 他表示男主是他亲戚的孩子 而且这次来他特地带了婴儿吃的魔乳 看到这一幕男主想都没想就让狼女收下 男人才不管狼女能不能喂饱男主 但单看狼女这个智商就不能养活一个婴儿 对此狼女当然不服气 况且他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要对男主如此执着 原来男人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 但还没出生就夭折了 所以在他眼中无论是怎样的孩子 既然降生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听到男人的话 狼女直接感动地流出了泉水 话已至此 男人觉得狼女既然已经认男主为主人 那他也可以雇佣狼女做庸人 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临走前男人砸碎了男主的摇篮 并伪造了他被魔兽吃掉的现场 这么一来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 就这样 从来之后已经过去了九年 男主也长大了不少 他本想着在断奶之后就离开这里 但无奈身边的人们都太过温柔 于是他也只能乖乖地留了下来 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的便宜妹妹好像非常讨厌他 反倒是狼女经过这些年的锻炼 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女仆 并且妹妹显而易见地 对狼女的好感度很高 看着两个女孩打闹的场景 男主羡慕得不行 不过眼下他也到了该离开这里的年纪 要是将狼女也带走 估计妹妹就更该恨他了 想到这里男主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的自己 这九年里他为了离开这个家不断地在钻研魔法 最后成功地制作了这个副纸机器人 遗憾的是他还没办法说话也不会动 想到这里男主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忘了做狼女的那个 这下可就完蛋了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将男主叫到了院子里 从今天起他要教导男主建树 因为男主的魔法等级非常低 所以他必须在其他领域达成一些成就才行 虽然男主对此很不感兴趣 但眼看父亲的态度异常强硬 他最后还是没有拒绝 不过父亲可是拥有地名之战锤这一称号的强者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 男主决定用节节保护一下身体 看着地上那个大洞 父亲有点懵逼 不过为了自己的脸面着想 他决定多使用几分实力 然而面对父亲的斩机 男主只是轻轻一跃 竟然直接跳到了数十米的高空 这下父亲就更懵逼了 要知道刚才这一件没有三十级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躲得开 对此男主也很奇怪 当初他还妄想过自己的魔力是三位数 然而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也不过是七十七级 并且他的无属性魔法 反而可以更高效地使用各种魔法 想必这就是女神赋予他的开挂能力 既然不知道男主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父亲也不打算过多追究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全被妹妹看在了眼中 男孩从没想过会被妹妹24小时盯着 只因妹妹在他身上察觉到了庞大的魔力 可男主刚出生时就被检测出是个低魔力者 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有魔法的才能 就连亲生父亲都嫌弃地把他丢去森林 但也只有男主知道自己是被女神眷顾的天选之人 而这天养父的领地遭遇贼人的袭击 他带兵前去讨伐却身险埋伏 虽然侥幸逃了回来 但部队还是损失惨重 就在众人一举不振的时候 男主暗自利用结界帮他们恢复了伤势 之后男主准备替养父教训那群盗贼 但他侦查后发现里面还混杂了普通士兵 这意味着敌人极有可能掌握了他们的情报 于是男主决定去一探究竟 可他和女仆飞天的一幕却正好被妹妹看见 另一边男主很快就闯入了内部 在敌方头目还未反应过来的瞬间 男主就将三人全部定住 其中一个还想成嘴上功夫 却被男主一巴掌拍进墙里 其余两人吓得直接坦白了身份 原来他们是邻国的士兵 装成盗贼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混乱 而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有内应的帮助 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谁 男主心想能办到这种事的人权力应该不低 他们很可能是想借机除掉他的养父 随后男主感谢了他们能老实配合 分开了 谢谢你 Frey 你能帮你这研究竟全部燃起来吗 我 我只是想打开了 我只是说你们的事情 真的不错 因为你们的父亲 你也不错 随后弗拉连人待债全部焚烧待尽 而男主并不想太过于张扬 于是便用一封匿名信通知了养父 但养父已经猜到了是弗拉的杰作 毕竟也只有他能随意操控火焰 不过养父却没有想到是男主的指令 他以为弗拉是意外发现 所以顺路剿灭了盗贼 然而一旁的妹妹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 于是他找上弗拉询问是不是有两个男主 因为前天他看到了两人飞在夜空的身影 可按理说男主应该没有那么强的魔力支撑他飞行 所以妹妹就跑去他的房间查看 虽然哥哥确实在睡觉 但妹妹却没有感受到他平日里恐怖的气场 闻言的弗拉有些吃惊 没想到他能察觉到男主的实力 随后他告诉妹妹事情的真相 其实在睡觉的是男主的分身人偶 并且他感受到恐怖的气息 则是男主自身的强大魔力 那是身为魔族的弗拉都无法到达的境界 随后弗拉将此事汇报于男主知晓 男主害怕妹妹会向父亲告密 于是他在妹妹身边制作了一个监视用的结界 同时他给结界附加了一层警报效果 不过相较于男主的案例监视 妹妹显得更加直接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妹妹一直跟在男主身后盯着他 就算男主在洗澡他也没有放弃 好在七天之后迎来了庆典 母亲准备带着妹妹一起去参加 男主本来打算让弗拉同行保护两年 但由于他在外执行任务还没有回来 结果到了晚上 男主刚躺下身边就响起了警报 原来母亲这边遇到了一群帝国士兵 眼看两人就要被逼入绝境 这时妹妹耳边响起男主的声音 在她的指引下 妹妹带着母亲来到一处山洞 可洞内却明亮的不像能藏人 于是母亲决定出去吸引士兵 但在她离开后才发现 原来洞口被设下了一层幻影魔法 可母亲想回去却为时已晚 因为士兵已经发现了他 为了不被他们抓住当作把柄 母亲毅然决然地举起短剑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男主终于赶到 在秒了敌人后 男主仍是不打算暴露身份 他决定通知父亲 然后自己在案里保护他们 但妹妹已经察觉到了她的气息 就在男主要离开时 妹妹喊住了她 而男主也是下意识回了头 也许 兄上様の力は悪者を退治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ったのですね えー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ね 母上様が言っていました 正義の味方は悪を懲らしめる人のことだと なん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 私は今まで兄上様を誤解しておりました あーこのことは内緒だぞ 正体がバレちゃいけないからね わかりました では私は父上様に嘘を聞きます 这个男孩也太能装逼了 在这个平均等级两位数的世界 别人穷及一生最多修炼到77级 而他一出生就高达四位数 可因为这个世界的检测仪 最多显示两位数 导致他在别人眼里 是个等级为二的废物 所以在训练中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几乎没有人知道男主的真实实力 只有年幼的妹妹知道 并把哥哥当成了英雄 自从被男主救下后 妹妹就一直黏在他的身边 因为男主在不经意间提到了前世的动画 妹妹表现得十分感兴趣 于是男主苦心砖演两周半后 终于在一世界连接上了现代网络 注射完账号后 妹妹一眼相中马猴骚九的动画 可虽然看得津津有味 但他却听不懂里面的语言 于是男主简单教了妹妹一些日语 可没想到妹妹无视自通反倒学会了母女汉子 但最让男主头疼的是妹妹迷上了动画 在这样下去的话 可爱的妹妹就要变成阿宅 于是男主很下心来定了个规矩 每天最多只能看三小时 妹妹听言很是失落 吃饭时都变得无精打采 晚上还跟在男主身后 希望他能改变主意 结果晚上妹妹直接钻进男主的被屋 妈妈见状竟还磕起了CP 第二天父亲准备去讨伐盗贼 这让妹妹无比担心 她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要成为盗贼 就不能让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吗 突然她想起哥哥是正义的使者 她相信哥哥一定会出手的 看到妹妹期待的目光 男主根本无法拒绝 而妹妹想看她像动画里一样变身 又是同样期待的目光 显然小孩子是不能上战场 不过男主给妹妹变了一个影像 可以时时观看她的直播 随后男主找到贼人的距离 再说了一段中二的开场白后 他便把贼人全部打卡下了 谁知这一幕被赶来的父亲看见了 他猜到几天前自己的亲女被困 应该也是男主就下的 他好奇地问出男主的目的 但男主哪有什么目的 他不过是个宠妹狂魔罢了 男主实在羞耻 他以为这次完后就结束了 但妹妹却十分期待 他下一次的出击 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装逼后 世人开始称呼男主为黑暗战士 为了避免如此羞耻的行为 男主开始苦心专言 终于在两个半月后 造出了一个分身偶 对方除了和男主一模一样外 而且还有自我意识 但就是忘了装吃饭功能 不过这也不重要了 只要有了分身的存在 他就可以尽情地宅在家里睡大觉 但不知为何两者关系反过来 躺在床上的不是男主法 而是分身 因为分身根本就不听指挥 让他去参加个庆典都不愿去 最后男主只能亲自去迎接王主 两人不出意外是男主的亲生警地 可这王子一看就是又菜又爱装逼的货色 他仗着王子的身份 看不起在场的所有人 尤其在得知男主是被领养的两级废物 他便想着出手教训一番 看到王子如此自信 男主便通过抹眼查看他的等级 结果他目前仅有九级罢 最高等级也只能升到四十 再看下父亲和公主 两人虽然都比王子高 但上线却比他低 男主又想起之前父亲说的话 好像最强的大贤者也才七十七级 而他这愣神之际却被王子钻了空 不过男主在一瞬间就轻易躲开了 王子见状让男主别指顾 不然他还怎么装逼 于是男主给自己套了一层结件 原本他想着让便宜弟弟尽情装逼 可没想到王子越发的嚣张 还让男主反抗一下 这还能怎么办呢 男主只能满足他的要求了 只见他一棒锤就给王子敲萌圈了 公主见状简直不敢相信 按理说男主只有两级 根本使用不了这么强的高级强华 可父亲却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 这时王子偷偷释放了火球术 然而被男主一个结界轻松挡住了 王子不信邪又连续释放了几次 可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男主真牛逼 只因他的母亲妄想杀掉他可爱的妹妹 他便无情地给对方套上了项圈 有了这个 即便女人是世间最尊贵的王妃 她在男主面前也不会只是个听话的宠物儿 看着男主潇洒离去的身影 王妃彻底崩溃了 牛逼 就在不久前 男主终于知道了暗杀妹妹的幕后凶手 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而这无疑是触碰到了她的逆铃 另一边 此时的王妃还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之中 然而就当她听到妹妹还活着的消息时 她彻底愤怒了 王妃绝不允许有人威胁到她的地位 王妃没想到竟然有人如此大胆 竟然敢置身一人闯入皇宫 于是为了惩罚对方 王妃直接召唤出无数液体将男主团团包围 她本想就这样将对方慢慢溺死 却不想男主轻而易举地就从其中脱离了出来 虽然王妃对此并不惊讶 但她还是小看了男主这个挂逼 因为无论她使用什么招式 都无法对男主的身体造成一丁点的伤害 就在王妃对此有点懵逼的时候 男主随手一技能量炮就将她拉回了现实 尽管王妃已经尽力抵挡 但男主那无穷的魔力依然让她感受到了恐惧 明明就连魔王都没有这样的力量 眼看自己的魔力即将耗尽 王妃索性决定放手一搏 她要用自己这把斩杀魔王的宝剑亲手送男主上面 然而令王妃万万想不到的是 无论她如何拼命挥舞手中的宝剑 男主都能轻松化解她的攻势 这下王妃可及了 只见下一秒她高高跃起 直接将男主死死地压在身下 感受着项圈为她带来的良命 高高在上的王妃根本无法接受自己被这样羞辱 然而男主才不在乎这种独妇的感受 毕竟有了这个 王妃的性命就掌握在了她的手中 随后男主警告对方 从今以后绝不允许对妹妹一家人动手 要不然这个项圈就会陪伴王妃一辈子 眼看事情已经结束 男主毫不犹豫地转身就终 只留下王妃一个人在皇宫中痛苦的哀嚎 就这样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男主也即将迎来十五岁的生日 之前的战斗似乎吓破了王妃的胆子 借此男主终于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平静日常 就在这时 妹妹突然向男主炫耀起了自己用血做的变身胸针 而郎女仆也不甘示弱 直接堆出了一个完美的雪城堡 这一幕给男主都看愣了 不过比起这个 男主好奇的是 郎女大冬天的穿女仆装真的不冷吗 眼看郎女快要被冻死了还一脸逞强 男主只好无奈地用结界为她创造了一身毛衣 随后她告诉狼女下次有什么事情要直接说出来 其实妹妹为了今天特地想出了一个关于雪的必杀戟 但遗憾的是她根本用不出来 所以她希望男主能替她实现这个愿望 听到这句话男主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 但她实在是无法拒绝妹妹的请求 此时男主尴尬的袜子都要抠落 不过只要能享受到妹妹的拥抱 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在这时他们的父母突然来到了这里 眼前的大洞直接给他们看愣了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实力暴露 男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看着每天都在快乐成长的妹妹 父亲不禁提起了有关王妃的消息 传闻称王妃突然被套上了类似奴隶的项圈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只是奇特的时尚装扮 后来传闻就逐渐离谱了起来 所以这些年王妃很少在外活动 没有了她的干涉 男主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实现家里蹲的梦想了 就当她准备悄溜走时 父亲却突然提出让男主去王都上学 听到这句话男主瞬间愣在了原地 原来这是国王亲自下的命令 或许是之前的巡视让公主对男主产生了兴趣 趁这次机会拓展一下见识 虽然有点不情恋 但男主还是将这件事答应了下来 并且为了能让他更好的生活 父亲让男主选出一个随从跟过去 提到这个男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狼女 但一想到对方那麻烦的性格 男主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 那个男主真牛逼 旁边的石头人仅仅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就深深被其恐怖的魅力所折服 眼看男主说下了那朵表达爱意的鲜花 他瞬间羞涩地直抠手指 牛逼 就在不久前 男主正因为上学缺少随从的事情而偷偷 偶然间他来到了一个满是骷髅人的村落 那里一副惺惺像荣的样子给男主看的是一阵污语 刚好此时村长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原来这帮骷髅们在五年前被男主打败后 说什么都要跟着他创造一番大誓言 于是被逼无奈的男主只好分给了他们一块铁 眼下这个村子已经成为了森林中魔物的交易中心 他们在这里根据不同的季节改变栽种的农作物 直接将魔物们的生活提高了一个档子 告别了村长后 男主精疲力尽地坐到了河边 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有时间放松一回来 却不想一个巨大魔像的出现 直接打破了此事轻松的氛围 直到现在男主才想起自己这个名叫小豆的魔像虫 也看他外表高高大大 但其实他还有一个细腻的内心 男主没想到小豆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娇难 看着小豆娇羞的模样 男主觉得选他当随从好像也不错 但无奈小豆的体型实在太大了 男主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说起来小豆总是孤单一人生活 男主不禁担心起了他待在村子里是不是很无聊 眼看此时气氛尴尬地要死 男主只好迅速地逃回了家里 而此时的狼女对男主的异常行为却产生了怀疑 虽然男主很想说出真相 但想起父亲的叮嘱 男主还是下定了决心 另一边 一头暴风雪龙正在与冒险者们对峙 看着眼前这种罕见的强大魔物 冒险者们全都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然而不等他们发动攻击 雪龙煽动翅膀就准备逃离这里 不料在逃跑的途中 雪龙的翅膀突然碰到了石壁 煞内间巨大的雪崩直接将他冲下了悬崖 而此时的男主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眼下受伤的雪龙已经离他们的领地不远了 为了防止雪龙的临死反扑伤害到领地的居民们 男主决定去查看一下情况 然而将这一切都听到耳中的妹妹却泛起了同情心 他希望男主能救救那条可怜的龙 虽然狼女对此很无语 但男主怎么可能拒绝可爱妹妹的要求 随后他迅速带着狼女赶到了现场 此时的雪龙已经基本丧失了行动能力 而冒险者们显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就当双方即将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男主一脚就将领头的冒险者给踢飞了出去 等冒险者们全都趴在了地上 男主终于有时间向雪龙打起了招呼 然而回应他的却只有一道冰冷的吐息 看到这一幕的狼女直接气炸 不过男主对此却并不在意 毕竟一直被追杀的雪龙抱有警戒心是非常正常的 男主是真没想到体型巨大的魔物竟然全都有了少女的心 然而面对他的示好 雪龙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 此时雪龙好奇的是狼女这个魔物为什么沉浮于人类 提到这个狼女可就有话说了 他直接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与男主的爱恨情仇通通说了一遍 而此时听到男主魔王身份的雪龙显得有些愧疚 毕竟前任魔王在世的那段时间 他因为不喜欢争斗的性格一直悄悄地躲在深山里生活 眼下已经持续了三百年 看着男主露出的羡慕眼神 雪龙慢慢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他只是在洞穴的深处或者足不出户的生活 某一天一个冒险者不小心在那里遗落了一本书 而这也为雪龙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 他反复地将那本书看了无数遍 随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 雪龙冒着巨大的风险变成人形跑到了城镇里 虽然从那之后他的求知欲得到了很大满足 但很快他就被人类发现了 贪婪的冒险者们闯入了他的家里 直接将他积累的书籍全部烧毁 虽然心中万分痛苦 但雪龙还是没有出手包含 只是一个人逃到了现在 雪龙的悲惨遭遇直接给狼女听得满脸泪水 于是他果断同意雪龙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 对此男主也没有反对 而雪龙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自然选择了城府 龙女从没见过凭空创造出衣服的魔法 这不禁让他产生了极大的求知欲 不过比起这个 男主率先向龙女介绍了自己 随后他又将龙女命名为丽莎 眼看两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好 一旁的狼女终于看不下去了 女人的独立 女人的独立 男孩只是在路边救了一只小飞龙 不成想他为了报恩直接变成了小萝莉 他的出现可谓是恰到好处 只因男孩不仅是个萝莉孔 还正好缺一个女仆陪他去上学 可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愁的便是男孩的第一只魔物娘 因为距离开学还有三个月时间 男主决定去野外随机打一只野生的随从 不知觉间他来到了一处村庄 看到眼前的景象男主才反应过来 当初打败了魔岛事后骷髅兵就不肯离开了 所以男主就给了他们一块领地 没想到短短几年会发展如此迅速 在骷髅团长的带领下 村里还多了一些不同种族的魔物 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负责的区域 随后团长带着男主去视察农作物 虽然骷髅兵不用进食 但他们还是会不断研究新的食物 今年的大丰收不仅可以让大家填饱度了 还可以收留更多的魔物了 想来团长的能力是真的无可挑剔 只需要给他弄一副肉体 就很符合男主理想中的随从 可团长身上却有个致命的缺点 他的话实在太多了 随后男主找了个借口一开 可当他打算在河边静一静的时候 石头人也找了过来 他和骷髅兵一样是被召唤来的 如今也是把男主当成了主人 但他对男主好像有着不同的情感 到头来男主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随从 他本来是打算带狼妹一起去 但父亲却说不行 毕竟狼妹的性格不适合去学校 而这天男主收到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边境外出现了一只小飞龙 虽然没有入侵他们的领地 但因为被帝国追杀 很可能会对境内造成危险 所以父亲想让同事魔族的狼妹去看看 其料狼妹直接拒绝了 原因是他只听男主的命令 可当作男主的请求是他又面露蓝色 原来狼妹知道那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的飞龙 可在当初人魔两族大战时 他却没有作为 这也说明了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 所以狼妹才不想去帮忙 男主听言也不再抢求 可两人刚出门就撞见了妹妹 他首先对偷听的事向两人道歉 接着又请求狼妹帮助小飞龙 他觉得小飞龙被人追杀一定很害怕 不等狼妹回答男主就答应了 毕竟妹妹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受伤的小飞龙 也就在千军一发时男主及时出手 被狼妹这么一下所有人都尿了 可清醒后的小飞龙却搞不清状况 他以为男主也是坏人 直接就是一口痰 可小飞龙还是不相信男主 他只信身为魔族的狼妹 不过他倒很好奇狼妹 为什么会服从一个人类 于是狼妹花了两个半小时吹嘘男主 最后小飞龙自己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男主是魔王转生 男主也没想到当初吹嘘的设定还在 得知男主的身份后 小飞龙深感抱歉 他之所以没参加人魔两族的大战 是因为他不喜欢争动 为了不让人发现 他一直悄悄地躲在深山里 而这一躲就是三百年 一开始他躲在洞穴深处 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 但有一天冒险者在此过夜 离开时又遗落了一本书 从那之后小飞龙迷上了书中的世界 之后他经常化作人类去购买书籍 掌握知识的那段时间他真的很开心 可最终还是被人类给发现了 他就这样失去了唯一的住所 还被一路追杀至此 文言的狼妹不禁落泪 他突然觉得小飞龙好可怜 被人占了巢穴不说 还差点丢了性命 于是狼妹便邀请他加入佛魔庭院 也就是骷髅兵的村落 至于名字为何如此中二 当然也是中二的妹妹起的 在小飞龙感谢了两人之后 就和男主签订了契约 今后男主将成为他的主人 他也愿意为男主献上生命 契约完成的同时小飞龙变成了小萝莉 男主见状不由的有些心动 也就在这时狼妹打破了氛围 他提醒小萝莉不要忘了前后顺序 不论他再怎么卡哇伊都只能排第二 随后男主利用结界飞上了天 他还让两人跟着不要丢了 但显然没了男主的帮忙 狼妹并不能飞 可看着两人比一双飞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这个女孩明明可以成为最强 但她却因年幼时不小心流露出非凡的才能 于是就被母亲施加了封印之处 虽然母亲这么做事想保护她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桥 女孩巨大的潜力很快就被王妃所盯上 好在男主每次都会及时出手保护 而且男主还给她抓了一只野生的龙女扑 毕竟自己的妹妹还得自己宠 要说小龙女也是一把好手 凡事只要稍微指点就能立马学会 并且她对妹妹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 同时她还可以帮助妹妹学习魔法以及知识 在小龙女的指导下 妹妹很快就能释放出超大火球 而男主也发现了一团奇怪的水球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小龙女自制的洗衣机 男主突然想到 小龙女就是自己理想中的随从 不仅做事认真 适应能力也很强 带她和自己去王都上学简直不要太合舍 可当她要说出口时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 男主作为十足的萝莉孔 实在不忍拆开如此美好的一队 不过认真一想还是有办法的 那就是利用任意门让她从两个地方自由来回 于是第二天男主就告诉妹妹下周要去上学的事情 妹妹听言顿感不妙 接着就开启了圆桌会议 因为是秘密机会 首先要让各位做到的就是保密 妹妹告诉大家学校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当初她第一次看校园巨石问过男主 得到的回答是既可怕又危险 只不过具体原因是男主前世遭受校园霸凌 然而妹妹却从动画中推测出自己的结论 那就是学校里一定会有黑暗学生会 他们会把善良的学生拖上邪恶道路 而幕后黑手则是能撼动国家的邪恶组织 接着妹妹部署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由她和狼妹小龙女三人去王都收集情报 骷髅团长和石头人留下来做准备 妹妹为了不让男主担心便和几人商量着对其保密 结果小龙女转头就告诉了男主 不过也多亏有了她的通知 男主可以提前准备应对制策 因为看到小龙女可以飞 妹妹便也想尝试一下 可她却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师傅 狼妹嘴上说着自己也可以 其实她根本就不会飞 而是靠谈跳力 不过仔细一想她也教不了妹妹 于是狼妹就跑去找男主 而看在眼里的男主直接变了一台小飞机 等到傍晚小龙女回家时 男主才想起问她窝在家里石头在干嘛 这说来也简单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继续看前一天没看完的书 接着再睡个下午觉 晚上起来继续看 至于吃饭每周一餐就行了 随后男主做了一个检测魔法的装置 经过检测她发现狼妹的等级最高 并且潜力也是最大 不过轮到妹妹时却把她吓了一条 因为作为一个人类 她的潜力竟然直逼小龙女 要知道王妃的公开等级也才44级 甚至连史上最强的闲者也不过是修炼到77 而妹妹的潜力竟会如此巨大 看来只要稍微指点就能让妹妹达到最高级了 可妹妹听言却表示不行 因为在她婴儿时就被母亲施加了封印术 没想到一个天才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妹妹倒是不在意 她反而是好奇男主的等级是多少 这个男主也太能装逼了 明明别人的魔法攻击对她无效 可她为了让对方以为自己很弱 于是就在两秒半后假装受到了伤害 但这别角的演技属实让对方感觉受到了侮辱 其量男主在怀中掏出了一把枪 接着射出一发闪光弹 然后麻溜地逃走了 当然这可不是男主害怕对方 因为被迫去王都的魔法学院 所以他只想低调行事 然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吊车尾 这样学校就会嫌弃地让他滚回家去 于是在比试测验时男主故意写不知道 但为了不让别人怀疑 像古代魔法这类的题目 他照着自己看过的奇葩魔法书写了下来 然而就是填了这几道题 结果让他被学校里的古魔法教授看中了 随后教授给他拿了个水晶球测试魔力 没想到一阵闪光过后直接把球给撑炸了 男主暗想把东西弄坏了一定会被骂 不过也正合他意 原来能把测试的水晶球弄坏 也就说明男主的魔力已经超过水晶球能承受的范围 虽然男主说过他的魔力只有二 但教授根本不相信 何况男主的答卷也相当完美 因为前面几道题不是宫廷魔法师根本答不出来 而男主则是全部简洁有力的回答不知道 最后是那些古代魔法的回答 简直就像是抄他著作里的内容 男主听言终于反应过来了 原来教授就是那个名字又臭又长的作者 面对教授的盛情邀约 男主头也不回地选择了离开 之后男主把上学的事交给了分身 接着还让妹妹给他送了一把枪 因为分身本身没有魔力 虽然有男主给他施加的防御魔法 但多把枪作为防身还是比较稳妥 巧的是第一天分身就遇见了个爱找茬的 好在他微微懦懦的表现逃过了一劫 可他前方路过的女生却被喊住了 以至于男主没注意就撞上了大木瓜 原来黄毛叫住妹子是因为他没向自己敬礼 毕竟他可是学校里的副会长 妹子也是很识相地跟他道了歉 并表示自己是刚来到学校所以不知道 接着黄毛将矛头指向分身 可分身却没那么懂事 他找了个肚子疼的理由想要开溜 结果黄毛直接赏了他一发火球 眼看对方倒下他便自信地转身离开 起了下一秒分身就站了起来 这一下给黄毛看傻眼了 他不敢相信对方跟没事人一样 分身也察觉到自己这种表现是错的 于是他开始假装很疼 但这慢两拍的反应属实有点打脸 这时妹子上前向分身道歉 他觉得是自己把男主卷了进来 但同时他搞不懂黄毛为什么会生气 很明显这妹子有点呆萌 而黄毛的怒火也是彻底被点燃 于是他使出了终极魔法 被打中的话不死也得惨 好在分身及时用手枪打断了黄毛的事法 回家后分身开始抱怨 被人欺负就算了 还被小矮子教授一直缠着 男主只能安慰着让他好好休息 到了傍晚男主收到了黄毛的决斗信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可松心地告诉他拒绝贵族的挑战后果很严重 而且故意输掉会有更惨的是等着他 最后男主只能被迫同意决动 而这一幕全被白发妹子看在眼里 不过男主也早就发现了他 并且看到他跟随马车去了黄毛家中 妹子觉得都是因为他的错 所以他求黄毛放过男主 有什么事都冲着他来 黄毛听言直接让他在原地跳国体巴拉拉 妹子虽然很是难为情 但他还是破天荒的同意了 也就在关键时刻周围突然按了下来 原来是男主化身黑暗战士登场 他把众人都拉入了一空间 随后还给黄毛身上降下了诅咒 并逐个列出了他的罪行 欺负新人以及擅自找人决斗 甚至还去骚扰女孩 所以在他反省之前诅咒会一直印在伤口 其他人见状立马帮黄毛治疗 可结果却让伤口越加的疼痛 所以我绝对他们从未来 我决定是否将写张 你偿不听 但他不认为四川 那你说想伤口 当时尽及好的 许多 ? 感谢观看